好了,我們又看一個decay series 其實就是一個graphical method 去顯示剛才的alpha beta decay 有時候我們研究寫的equation也太複雜 所以有時候會簡化了它的寫法 簡化了寫法,你看到上面的23892 然後但alpha就變成23490 其實就是按照減數的 如果你心中看一看 238-4,就是234 然後又是,我放個beta出來 又變成另一個東西 如果記得beta是0-1 其實你就放個234變成234 那-1就變成91 因為多了一顆 再放一個beta就這樣 再放一個alpha就這樣 如此類推 其實是一個簡化版的寫法 免得寫個equation出來這麼長 下面的graphical method 就是打動的x就是mass number 一定的 打動的一定是mass number 打橫的就是atomic number 就是proton 其實你看到像proordinate 其實就按照mark 你看到那裡 23892就是剛才的u 然後跌了下去 變成23490 就是th 中間發生了什麼事 其實你心裡也有數 其實就當然是放了些東西出來 那放了什麼出來 那你就是了 放了一個alpha出來 所以就-4-2 好了 然後呢 th去pa了 然後呢 pa去u 你看到呢 其實就是這樣寫 其實你心裡有數 打橫去是什麼呢 就是mass number是沒有變的 mass number是 unchanged的 所以整件事呢 它就是放了beta出來 ok sumeiD才夠位寫 ok 所以就放了beta出來 所以就打橫去 走兩格 放了beta出來 那這個就是graphical method 去寫這些東西 那你記得 是打動的是mass number 打橫的是tomic number